想必各位已经把2.7版本的剧情当中吃满了刀子了吧,看得我都泪目了。 然后诗歌夜叉又对应的属性是水火雷炎, 和剧情当中的夜郎,烟飞,九旗人和伊斗对上了, 而需要是对上自己,或者是说对上丰主,这点只是巧合吗? 剧情任务完整之后,我们来到黎月的说书人这里,找这个钟离领取一把上纸。 不知道各位领了没有? 好久不见,盛世想念,哈喽大家好,我是两项,欢迎来到冷知时第47期, 距离上期已经快过一个月了,不是我想割,是因为涨草机内容值得太少了。 那么如果可以的话,希望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不足,硬币还是留给更加专业的吧, 已经一个硬币是实验,转包有经验。 那么废话不多说,起码来到登附上,我们马上开始。 然后特别鸣谢上个月给我充电打赏支持的粉丝朋友们, 祝你们身体健康,学业胜利。 2.7 版本剧情任务结束之后,原本的《以人上茶室》也是换了这个星东家, 也就是换了夜郎嘛。 对话中也是变得客气了一些。 之前对话是非常的嚣张啊。 早在公子的PV中也原来老板是因为欠债被公子追杀。 不知道各位这段有没有印象啊。 然后旁边的两颗NPC,对话还是没有变。 好家伙,只会哼哈。 抽到夜郎的玩家可能会知道,夜郎在带劫动作的时候, 会扔头子。 应该念头子还是骰子呢。 每次扔的时候,点数是随机的。 经过测试啊,大部分的情况下是点数为4和1。 各位可以试试还有没有其他的数字呢。 甜点心,蛀牙什么的,换一套就好了。 这怎么会影响对永恒的追求呢? 对于甜食可得保持警惕啊。 那种强烈的满足感会削弱人的意志力, 让人放松警惕。 只要吃过几次就有可能上瘾。 长期吃甜食的人,或许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迟钝吧。 原神角色当中,银喜欢的食物是甜食, 而夜郎讨厌的食物则是甜食。 我严重怀疑夜郎在内行银。 雷神别再吃了,会变得迟钝的。 完成成员巨猿的剧情结束之后, 在蒙德的这两个语言中使节对话也随之改变了。 这两个人各说一句话,已经磕进我爹眉里面了。 好家伙。 有比我细的粉丝发现,蒙德离岳到期的角色力会背景都是不一样的。 而虽然公子目前待在离岳待着, 但是公子是智东国的嘛。 所谓力会也是智东国的力会。 哎哟,我都没发现。 居然他发现了。 就是因为他细,比我还细。 粉丝投稿跟我说,在角色筛选列表加入了超元素属性了。 好家伙,虚迷还没来。 迷哈友我看你这么着急,要不现在更新了吧? 我也很期待超元素角色啊。 顺便说一下,右下角看上去很像收藏了一个图标, 点一下可以让角色排在前面,更加容易找到角色。 这个也是一个实用的小功能了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? 玩了这么久的钟离,我都没有发现。 粉丝投稿跟我说,钟离第一是五段的普攻没有影子, 而且为元素造物。 第五段是把武器珍珠具再拿回来, 这一点可以从武器看出来。 戏啊! 如果没错的话,应该是第一位普攻拥有元素造物的角色了吧。 在新版本的剧情对话当中呢,给你们五秒时间, 看看能不能看出哪里有错误。 嗯,就是这个对话当中的这个身份,写成了分。 好家伙,文恩偷狼啦,初心。 不像我这位投稿的粉丝,吸到发指。 这不补偿个300元时,我不是很能接受哦。 新版本更新后呢,在里约NPC阿桑婆对话, 可以购买到这个进花之琴。 售价是15万摩拉,你们觉得贵不贵啊? 如果你已经拥有的话,则无法购买。 米哈游为了让已经拥有的玩家怕物点到而设置的, 真的良心啊。 兄弟们,你们说对吧。 随便弹了一下,让我看看你们谁能猜出什么歌啊。 好家伙,夜郎竟是我自己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 希望看到这里的话,可以发个弹幕证明你曾经来过,可以吗?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点赞关注哦。 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 我是梁夏,我们下期视频见,拜拜。